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9回 韩利却没有理会这乱麻一样的局面 身形一晃之下直奔后面而去 既然有着可以抢先一步取宝的良机 他自然也不会再客气的 结果呢 几个起落之后 就站在了完全用精美碧玉修成的山门之前 这个山门呢 倒也奇特 除了两边孤零零的两排不知名的巨树之外 竟然呢 再无其他东西 四周全都空空荡荡的 而透过了大厂的此门 沿着中间一条洁白的石路 迁于丈远的地方 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座 古朴的巨大的宫殿 仿佛雄伟异常的样子 看来这就是昆武殿了 韩利喃喃自语 略以迟疑之后 这目光四下再次一扫 最终落在了两侧的巨树之上 这些巨树啊 每一株都有二三十丈之高 无论枝叶还是树干 焦黄无比 但偏偏给人一种 茂盛兴旺的感觉 让韩利略微感到有些怪异 用神识将巨树 仔细地扫视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巨树无论内外 的确都是普通的树木 并没有丝毫的异样波动 韩利眉头不经意的遗咒 目光最终离开了巨树 片刻之后 神识又将整座山门重新扫了一遍 确认呢 同样没有隐藏禁止之后 他就不再迟疑地抬腿走进了山门 直奔远处的昆武殿而去 但是 韩利万万没有想到 这双族刚一踏上那条白石鹿石鱼杖 突然只觉得浑身上下寒气直冒 一股一样的感觉 瞬间降临其身了 不好 韩利暗中叫了一声 要到舍而回 但却已经晚了 还没有等他同空而起 这不提防之下 双膝一软 就要直接跪在了白石地面上 韩利不得多想的 口中一声大喝 周身护体灵光大放啊 一团清光将自己包裹进去 这才身形矮下半截身子 只单膝着地地跪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他浑身仍然是颤抖不停 这体内还嘎唐嘎唐地爆响不断 好像这全身的骨骼都要被硬生生地压碎了一样 韩利这一惊可是不小啊 护体灵光呢 虽然说 比销的一小部分重压 此刻 纵然比先前好一些 但是 也只能勉强地支撑不倒而已 浑身上下 仿佛同时有万斤 距离加身一般的 相信 他若不是修炼过冥王诀 并服下过天师诛 身体坚韧 远胜普通的修饰 就这一下子 就足以让他浑身骨骼尽碎 趴扶在地上 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封毫了 可是 他明明已经仔细搜查过了附近 并没有任何法阵的出现 怎么就会莫名其妙地陷入到了这种 厉害的尽致当中呢 哈列心中暗暗叫苦 不及多想的口中咒语声急忙叫出啊 此刻连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 想要施展神通 自然只有使用咒语来勉强摧食了 眨眼之间 清光中又响起了阵阵霹雳之声 在电弧闪动当中啊 他身上浮现出了一层金色的电衣 在这个电衣强行作用之下 哈列身形微微一晃 咬牙雀齿的想缓缓地站起身来 但是 刚站直身子一半 就觉身上重力突然加剧 一下子将他再次压得棒跪了下来 这一次哈列真的脸色大变起来 就在哈列被困山门之外的时候 这山下的前老魔等人 因为光木遮挡和那山门地处高处 所以只能看到 哈列仿佛一下子没入其中 却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情形 这一下子自然让心弦重宝的人 全都按捺不住了 畜生 真想找死 老夫就成全了你 光木中突然传来了 前老魔一声暴怒的贺声啊 当即呢 这进制中的武道身影 忽然呢 就往中间一距 竟然合武为一 化为身高树杖的白色巨影 不过他并没有向叶家的那位方脸修饰出手 反而是大手猛然翻转向后一抽 只见白影一闪 手臂呢 竟瞬间的化为了白蟒 一口将正从后面铺上来的一只青铜狮 给吞到了嘴里 然后白蟒身躯一盘呢 一下子脱离了巨人身躯 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球 将那青铜狮彻底困在其中 任凭了青铜傀儡在里面是张牙舞爪 口吐光柱 却纹丝不动 另一边的方脸修饰 也猛然一点身上的巨大骨环 刹那即是见呢 此环光芒万道 幻化出无数黄环影 但在此人法觉一催之下 巨大的幻影骤然消失不见 但是下一刻却出现在了紧追猪脸修饰的另一只青铜狮头里 结果无数的环影啊 不客气的往下一落 这下子一圈圈的光环 一下子将那个兽活活的困住 一紧之下 立刻让其翻身栽倒 然而方脸修饰 根本不再看这个青铜兽 反而呢 脸色阴沉的 对着对面的白色俊影 弥天卓 果然名不惜传 据传闻 此宝乃是上古灵宝 应月环的仿制之宝 可惜啊 一直没有被人证实过 在老夫看来 即使这个时候通天灵宝的仿制品 也笔记差不了多少了 钱老摩的声音 忽然从巨大白影口中 冷冷的传出 哼 没有此保护身 叶某恐怕早就命丧 前兄之手了 但是到有此刻光和我纠缠 就不怕宝物 全都被刚才那个小子 拿走了吗 方脸修饰 冷笑一声之后 故意的斜撇了一眼 山门的方向 啊 要是昆武殿的禁制 如此好破除 叶道友 岂不早就进入殿中 取到了宝物 又怎么会在这个禁制 被老夫追上的 倒是刚才 叶兄称呼此人为长老 难道 他是你们叶家的修师 前老摩的声音 一下子冰寒了下来 那是叶某看错的人 此人老夫并不认识 方脸修饰 眼珠微转 打了个哈哈 不知真假的说道 前老摩一时沉默了下来 似乎呢 在判断 对方此话的真假 但是片刻之后 他就冷冷的再次开口了 哼 不管此人是不是真和叶家有关 他一个天南的外星人 你们叶家也不可能真相信此人什么的 你们处心激励的找到昆武山 并打开这个封印 难道真想让宝物落入外人之手 既然我一时间无法奈何你 也没兴趣和你继续纠缠下去了 不如合力先破掉此禁制 然后等到了昆武殿 再各凭手段取宝就是 各凭手段 好 叶某正有此意 大出前老摩的意外啊 原本以为呢 这对方要犹豫一下的 但是这中年人却想也没想的 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反而让老摩一愣 有些愁愁起来 在妖物面前 两位道友还是想想如何打发他们再说吧 否则取宝只是做梦而已 听到前老摩二人的对话 这来自天兰大草原的徐大仙师 扭头冷眼望了一眼光幕之内 不满的说道 哈哈哈哈 这位是天兰徐兄吧 老夫可没兴趣 宝物没有见到 先和什么东西 拼的是两败俱伤 况且就算是在场之人一起联手 恐怕也奈何不了这三位吧 前老摩冷笑一声之后 竟大出众人意料的这么说道 哦 前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虽然说天兰草原和阴罗宗一向交好 青年听到这话也是脸色一沉 没什么 这三位既然在我和叶道友争斗激烈的时候 也一直潜伏在旁边没有出手 应该心中另存什么目的的吧 否则真要对我等不利的话 先前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你们知道此事就好 就算你们要动手 难道真以为能奈何得了我们不成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啊 我们三个也是为昆武殿中的几样东西而来 在没有进入大殿之前 同样不想动手的 银池叶叉目中闭恭一闪 不动声色的说道 那丑女人和狮禽兽站在旁边一言不方 一副以其马首的样子 我和圣女对殿中宝物一点兴趣也没有 但是那姓韩的小子身上的东西 我们天兰圣殿是势在必得的 当然了 鬼罗番若是找到的话 徐某是会原物凤凰贵宗的 徐大仙师自然也不想和三个神童广大的妖物 在这里天上小命 听出前老魔话中之意之后 只略一成音就神色一缓的说道 哎呀 既然这样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争斗什么 我看呢 还是先合力破除禁止取宝的好 否则我等这么多人在这里 反而被外人抢走了宝物 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呀 葛天豪也顺势说道 这里无论修士还是妖物 个个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自然不可能真做让别人渔翁得利的蠢事了 几乎眨眼之间就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 虽然说呢 一会儿到了昆武殿内 这个协议就马上破裂 但总比尚未见到宝物就先自相残杀的好 行 几位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 就一起动手破剑吧 前老魔见此情形 发出一阵怪笑 这巨大的白影两袖一甩 幻化出两只白色的巨蟒 狠狠地扑向了头顶的光幕 身旁的方脸修饰 漠不作声的一点头顶盘旋的两口飞剑 顿时啊 两道惊鸿也直批空中 外面三腰和徐大仙师等人 这相互之间并没有放松警惕 但是见此情形也纷纷出手攻击起尽致来 一时之间 各色光芒妖气混杂一起 光幕内外同时暴力而起 轰隆之声更是连绵不绝 真没想到 这前老魔一副火爆的样子 但转眼之间和银翅夜叉 狮禽兽这样的妖物都能联手 以后遇到老魔 还真的要多加小心一些 可别让他给蒙骗过去 斜坡下的石林中 翠绿的妙脉身影 藏在一个粗大的石柱中 喃喃的低声说道 哼 你以为以你现在的修为 韩老魔根本不必对你动什么心机 那五子同心魔一扶而上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 另一个紧挨着的绿颖呢 毫不客气的说道 这两个人是谁呀 竟然是华仙宗的那个慕夫人和那面容秀丽的年轻女子 怎么 师姐 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付前老魔了吗 年轻女子有些不服气 哼 一个原因初期的修士 还想对后期修士怎么样 别说是你 就是我正面和老魔对上 也只不过能堪堪自保而已 本宗的功法 原本就不是擅长正面对敌 不过 若是让我取到老魔的一丝精血 悄悄的施展咒术的话 我倒要七八成的把握 暗中正创他 我们华仙宗是扮演的宗门 单论功法秘术 恐怕不比那十大宗门弱到哪里去 若不是历代都必须遵守那些规矩 恐怕权力发展之下 早出了后期的大修士了 哪儿还用制判什么前老魔等人呢 年轻女子有些不甘的说道 唉 本宗创派祖师原本就是昆武三老后人 当初在离封印没有多远的地方开宗立派 并定下了守城规定 原本就是为了究竟看守着昆武山封印的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咱们里边的人呐 已经把这些事情忘得七七八八了 要不是前不久我们收到向老的传信 并重新翻查了本门的创派典籍 恐怕还对封印知识一无所知 否则的话 我们何必非要冒奇险进入此山来呢 说起前老魔 我倒更在意那个驱使辟邪神雷的青年 此人手中与雨上威力之大 就是原英后期的修士也要退避三尺的 若是在封闭空间内动用 此宝威力更是倍增 我看这应该是上古时期赫赫有名的七燕扇的纺制品 是通天灵宝的纺制品不假 但是不是七燕扇就不好说了 不过这个人容颜陌生的很 其他神通也不小 背后银翅还能施展出少见的雷顿术 的确不是一般的修士 但是此人好像不是我们大进修士 和叶家的人好像也不是一路子 哎呀算了 这个人就算再厉害 我们也不用多加理会的 说起来像老应该早就入山了 哎对了 为何不见得出手阻止这些修士 以他老人家的神通 稍一出手 那耳容前老魔等人再次猖狂了 木夫人有些疑惑起来 哦也许向前辈另有钥匙 或者直接去了镇魔塔那边吧 毕竟那边才是重中之重的 年轻女子迟疑的说道 不可能 虽然说镇魔塔才是真正 控制整座昆武山封印的镇眼处 但是若想重新加固封印 必须需要昆武殿中的 那只画龙喜才成 向前辈知道其中的厉害 怎么可能不先去昆武殿取宝 木夫人脸色阴沉的摇摇头 怎么 师姐的意思是 向前辈出了什么意外 这怎么可能呢 以向前辈的修为 这世间怎么可能 还有谁能奈何得了他 难道 难道是那个人已经脱困出来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秀丽女子面容瞬间苍白无比起来 出来不太可能 以前的那些禁制都是刚刚破掉的 如若此人脱困而出 早就将所有的禁制破掉了 哪还会等到现在 可能向前辈真被什么事情耽搁一下 还没有进入此山吧 木夫人神色一变之后 就强笑着说道 希望如此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些人后面 看看能不能将那件画龙喜 先一步拿到手吧 不过 当年可以加固封印的 除了这个画龙喜之外 不是还另有一件天经碑吗 那件宝物的下落 为何不直接留给我们这些后人 否则何必冒险 跟在这些人后面了 秀丽女子一听这话 又有些抱怨起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告诉你吧 那天经碑只是备用之物 其下落是掌握在 昆武三老另一脉后人手中 为的就是怕我们两之中 那一家出了什么意外 还能另有什么东西 可以控制此山封印 听说呀 此宝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除了早就下落不追的那只人之外呢 其他人都不知道藏在昆武山的何处 有着一鸣一案两手准备 可见当年参与封印的古修士们 费尽了多少星期 要不然也不会引起 今天的一场争斗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签传 第六百四十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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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